來看台中有一個六十八歲老生死 半生不遂 冰凶時都是六十九歲 牽手在照顧 不過因為牽手身體不舒服 可以分開 這個老生死在旁邊看救人 救四點多久 這個債兵才聽到聲警報警察 不過六月這個牽手 要是救不回來 警察人員在門口看 不過都沒有人認識 西方人員雖然拿東西 跟門招牌 進去裡面救人 看到警察來到尾罵 行動洗碗阿伯 就趕緊拜託救護警官 先去看他的太太 原來是他的牽手 混沌倒在家裡面 那時候還會生命健康 不過紅人是一瓶大一瓶小 這可能是受到風 不過這位婦人人 救救後有關是救不回來 台中間風靜前接到報案 說南屯一間人家住 有人分去需要救官 到現場發現說是一個六十九歲 富林郎 投救兵的是富林郎的 王子的生命的老伯 也因為他的自己 事實都在外地 老伯因為本身不遂 沒辦法行動 結果四點正在讓家庭 聽到 醫生表示最近這幾年 越來越多 這種老大人 保障照顧家庭 也因為照顧 這些年齡有比較大 地屬心心受到不少壓力 除了要含外 保持技術也要安正 經濟通報救助 看到有的緊急福林是放在手上 那甚至就是一跌倒 他就是可以去出 就可以去按壓 那有的是放在房間 比較容易看到的 除了說叫有沒有跟說 其他的一些林機長 可以多去探視 我們大概建議是這樣子 醫生建議說照顧家 還有向照顧的人 就要預期林立志願的活動 可以利用一九六六中 照合部轉線 來申請相關的支持 還有效穿合部 同給以外發生的紀律 記者綜合報道